作词 李宗盛 佛法一般讲 发息充满 清安就是发息充满 《论语》里面讲的 不亦悦乎 不亦悦乎就是清安的境界 这个经典里面也常常有这样的句子 长生欢喜心 这都是属于清安 都是属于功夫得劣的现象 你修行功夫得劣了 你一定会得到 我们讲的是很快乐 这个快乐不是从外面来的 外面来的 我们中国古人用的这个词句是有分别的 外面来的欢乐叫乐 不是从外面来的 是和内心里面那个功夫显现出来的叫乐 所以乐跟乐 看起来好像是一样 实际上它的根不一样 乐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 乐是从外面好朋友啊 聚会啊 这个很乐是从外面境界上来的 这有差别 所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落 那个是志同道货的朋友啊 尤其是很久没有见面啊 这个是来访问的 非常快乐的一种事情 是人生的罗斯啊 那是从境界上外来的啊 这个清安不是的 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 真正是长生欢喜喜